各位玩偶大家好 那現在呢,要為各位來簡單介紹一下 HTC Sense 4.0 的一個操作 那4.0 的部分跟3.0 4.0 在一些設定上,它都有經過了簡化 那也跟人性化了 那這邊呢,歡迎各位有問題可以大家一起互相討論 那以下就是我有一個4.0 的一個簡單介紹 那接下來介紹的一個東西 Sense 4.0 跟3.0 不一樣的地方 在於說,Sense 4.0 的部分 那我們在螢幕鎖定的時候 這部分就跟3.0 是一樣的 一樣的一個圓形的拉環 可以上座結束 那在下面的部分呢 它一樣有4個快捷鍵 可以讓我們快速開啟 再來,跟3.0 不一樣的地方在於 我在鎖定狀態的時候 狀態都拉起來,我可以看到更多資訊 包含來電位界,有訊息 其他等等直接通知 我在螢幕鎖定的時候,我可以拉下來做觀看 那這是在3.0 部分變滅的一些功能 以上是第一個4.0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接下來要各位介紹一下 第二個插座小技巧 那我們看到Sense的部分呢 這裡有一個圓形的拉環解鎖 那上面有4個快捷鍵 4個快捷鍵,我們是可以做替換的 怎麼樣替換的其實非常簡單 在4.0 部分它已經簡單到 比如說像4個下面有一個快捷鍵 把FB的快捷鍵拉上來 把Mobile 0有一個快捷鍵拉下來 就是螢幕把鎖定推開開 那各位可以看到 Facebook這個icon 已經變成Mobile 0的icon 是非常簡單 OK,各位試試看看 OK,那在螢幕鎖定的部分呢 難道就只有這麼單調嗎 這個圖形解鎖 還有4個快捷鍵 其實不止 我們可以在這裡呢 讓它有更多一個功能列 我們解鎖 那我們進來功能表裡面 功能表裡面呢 我們進來個人畫 個人畫裡面有一個鎖定螢幕樣式 那我們點進來 它總共有8個 一個是目前 一個是生產力 生產力就是它會通知你 來電位接 我們看一下 如果你螢幕當中有來電位接 有訊息 有Mail 或是有其他訊息的時候 它會這樣來通知你 這是第一個部分 我們看一下第二個 相簿 我們看一下相簿 你可以選擇你的相簿 那 當然你的這些相簿呢 就會在背景裡面 做一個循環的播放 好 那我們看一下 螢幕鎖定的時候呢 這邊就會去讀取你 手機裡面所有的照片 然後做一個 運用更換 好 這是第二個樣式 我們再來看第三個 好 一樣進來個人畫裡面 設定 個人畫 好 螢幕鎖定樣式 再來呢 Festream 好 我們還有Festream的東西 好 也就是它螢幕鎖定的時候呢 它會有 有FB的一個好友的動態 OK 這是Festream部分 第三個 氣象 好 我在螢幕鎖定的時候 顯示新的氣象 再來 好 氣象部分 再來的話 我們還有這個聯絡人 好 在螢幕鎖定的當中呢 你可以直接就開啟你的聯絡人 點一下 我就可以做一個打電話動作了 好 不用再解鎖 或是進去電話簿裡面去做適用 選擇聯絡人 不打電話 再來 是時鐘 在這邊呢 你可以看到一個全球時鐘 你可以設定兩組時鐘在螢幕鎖定的畫面 然後 再來 最後一組 股票 這是時而有交換股票的朋友 在這邊呢 你可以設定一個個股 那這裡 有一個 很有趣的資訊 綠色的時候 就往上 紅色的時候 就往下 當然這各位就知道 紅就是代表上漲 好 綠色的時候 就是代表跌了 OK 那最近股市分散 希望各位沒有被逃了 好 以上就是第三個 一個實用小技巧 在螢幕鎖定的時候 我如果去更改我的面板 OK 那接下來呢 為各位示範 如果快速設定你的鬧鐘 OK 很簡單囉 就點一下時鐘 那下面這邊會有 全球時鐘 鬧鐘 畫表 倒數計時 按一下鬧鐘 就在這邊 那各位看一下 5.6.7.8點 你可以點進來 然後去更改你的時間 用拖拉的方式 比如說我設7.40 我就用拖拉的方式 然後來設定我想要起床的時間 然後鬧鐘音效 鬧鐘音效 鬧鐘音效你可以使用 鈴聲 手機裡面內建的鈴聲 或者是你可以使用音樂也可以 那周期 這就可以選擇 是哪個時間要叫起床 那我的部分是每天7.40分 好 決定 那你可以 要使用震動 或是不使用震動 都可以 好 這邊可以選擇 要震動不震動 當你使用完成 就按完成就好了 那 如果覺得說 三足不夠 你也可以要按一下上面 按下上面的新增鬥鐘 我們可以再去新增 我們可以一直新增 我們看一下 可以新增到幾組 已經很多組 我們看一下 這邊順便 給各位一個答案 你的鬧鐘呢 可以設定幾組 我們看一下 我們的部分鬧鐘 我們看到 最多可以設10組鬧鐘 我們最多可以設10組鬧鐘 所以 這是鬧鐘的一個快捷設定的方式 那在這個鬧鐘裡面 其實它有一個很棒的東西 全球時間裡面 我們可以點進來看 全球失蹤 假設你想 看看哪邊啊 天氣如何啊 或是看現在一些相關資訊啊 你可以來這邊設一個全球鬧鐘 這是蠻適合長出差的一個朋友來做使用 我們這邊就可以看到一些資訊 或者把它放大 縮小 OK 那這是在HTC裡面的一個鬧鐘的一個功能 它有時鐘 總共有全球時鐘鬧鐘 馬比爾還要倒數計時 這邊 我們會分享 接下來要示範是 如何 在我的7個頁面裡面去新增新的小工具 OK 我們的兩隻手折 往裡面說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Sense 它其實是7頁的 最多部分可以到達7頁 那最少部分可以到1頁 那重點 在手折的地方我可以做替換了 按住不放 跟這裡做交換 或是在這裡跟這裡做交換 我可以做一個替換的動作 那再來部分呢 我可以按著這個不放 然後去按移除 所以我就變成6個頁面了 那按下新增頁面 我又可以多一個新頁面出來 OK 然後再把我的手折拉回來 那這邊我們會遇到問題 我新增一個頁面裡面 我的位置不見得怎麼辦 OK 位置不見得怎麼辦 很簡單 螢幕點得不放 這邊呢 有所有的小工具 你可以在這邊去選擇你的小工具 有名稱的樣式 或者是不知道是什麼名稱 沒關係 你就點進來 看圖示 你就知道了 比如說我想要新增一個 FanStream的一個位置好了 我們要選擇FanStream的位置 這邊 FanStream 那這邊可以看到 他有三個樣式 那三個樣式裡面 有什麼 FanChannel 還有Fan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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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比較特別是 FanTrainer的部分 FanTrainer呢 你可以去 指定一個人做一個追蹤 比如說像我這個聯絡人 那 這個聯絡人呢 以後只要新的動態 他最新的東西 我都可以follow他 是真的一個人做follow的 這是在FanStream一個進化的地方 那我選擇一般的四層的FanStream 我們來看一下 一般四層的FanStream呢 他就不會針對單人去做一個追蹤了 這邊呢你可以直接發 你想要打的一個訊息 比如說我發 打一個 天氣真好 真好 然後呢 我按藏貼 他就可以發這個FanStream的訊息 到我們的FanStream上面 這次示範 如果新增你的小工具 到我們的桌面上 以及 如果新增面板 還有刪除面板 一個教學 OK 那 C4.0相當好用 可是當我 程式多的時候 我要怎麼去 把我的桌面呢 做一個編輯 跟做一個收納的動作呢 那 以前在Android 2.3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新增資料夾 那在C4.0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 新增資料夾呢 其實這邊 非常非常方便 請各位看我示範一下 我們把這個海中浏覽器 跟FB 重疊 放開 那這裡就變成一個資料夾了 可是有一個重點 資料夾我怎麼改名字呢 這邊相當容易 我們按下資料夾 它會開啟 有一個未秘密的資料夾 我們點一下 OK 我可以在這邊打一個 常用的資料夾 常用 那這邊呢 我就可以已經把我的 名稱更改為常用 那 這邊有個新增 我按下新增 我可以把我常用的一些 應用程式 把它做一個整理 把它全部收進來在這邊 比如說像這些東西 最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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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新增到16個 可以新增16個到這個資料夾裡面 我們來看一下 OK 這個常用資料夾裡面 是我常用的 那 我現在把它做一個整理 我打開的時候 我裡面就有16個 我常用的資料夾 那這邊呢 可以幫助我們去做一個 城市的一個管理 好 以及資料夾的一個收納 那這邊分享給各位 那 剩14點的部分呢 還有一個東西很棒 就是音樂的部分 音樂部分非常棒 我們來聽一下這首歌 差異靈的威武獨尊 裡面有一個搜尋音樂的軟體 我們按一下 那現在呢 他在聽這首歌的音樂 OK 聽完的時候我們按一下 那他去搜尋這首歌出來 OK 這首歌就是差異靈的威武獨尊 你可以搜尋到 第一個 歌詞 你可以網路上找尋這首歌的歌詞 或是搜尋MV 或是相似的歌手 或是專輯方面 所以我們搜尋 Youtube 那他就會搜尋 Youtube上面的 威武獨尊的 這是MV 我們來看一下 你可以透過Youtube的部分 來做個觀看 這是一個相當棒的一個軟體 就這邊推薦給各位使用 真的很好用 各位可以玩玩看 好 我再示範一次 我們再重來一次 好 我們來音樂功能 換別首歌好了 比如說像 小羅 羅志強的 王建王 好 我記得這邊 按一下曲的詞曲 那他會去聽這首歌 按一下 他會去搜尋 OK 這首歌就是王建王 那我們在Youtube去搜尋 我們可以搜尋到他MV 好 像這邊就有 OK 所以這邊我就可以看得到 王建王這個MV了 好 相當好用的一個軟體 這邊推薦給各位做使用 他面對音樂功能 非常的棒 那我們在 在輸入文字的部分 我外乎就是用打的 或者是用手寫的 那現在為各位來示範一下 不用打的 也不用手寫的一個方式 好 這個也是直接內建在裡面的一個程式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來 編輯一個簡訊 好 我來編輯一個簡訊 好 沒有裡面 我來新增好了 新增一個新的簡訊 好 我在裡面撰寫 好 以前可能就是這樣按的 好 炸什麼炸 炸彈好了 那現在有一個更好的一個輸入方式 好 只是這裡按著不放 出現麥克風 放掉 吃午餐 你好嗎 桃園縣八德市廣福路97號 97號 對沒錯 就是97號 OK 那各位可以看到 他可以聽到我講的話 那就直接打字出來了 好 這是一個蠻好玩的東西 這內建就有了 只要把這個 這個按著不放 那就有了 那接下來 我來切換到手寫的面板 那是手寫的面板 比較不特殊 比較特殊一點 為什麼特殊呢 我要寫我愛你 我要怎麼寫 不是寫我愛你 各位看一下 我來做一個手寫的動作 這就我 愛 你 再一次 愛你怎麼打 換個愛心 畫得很爛 你 你就在這邊 這邊怎麼用呢 很簡單 跟各位教一下 設定裡面 語言語鍵盤 裡面有一個 HTC 一個sense input 中文輸入 那裡面有一個 中文輸入 設定 這一個 個人畫圖顯 我可以去新增 像在這邊我就有新增三個 比如說我新增一個 我新增一個 我新增X X是什麼字 比如說X就是 張 X就是張 按確定 那以後我只要在寫字的部分 我在輸入任何有關的東西 我只要用寫的 或是用畫的 畫出一個X 那這個字就是張 那這樣是不是很方便呢 這是Sense 4.0才有的 來建立各位 也可以試用看看一下 以上呢 是我對各位粉絲 介紹的HTC Sense 4.0 操作詳細箱 那這也是跟各位分享的 8個詳細箱 如果說各位 想要知道更詳細的 就是西部設定 那我歡迎各位 留言給我 我會把我知道的分享給各位 那這次也要分享的設定 謝謝 拜拜